在新加坡帶過的店面曾獲得臂比登認證 鰻魚師傅選擇來台開店採用關西派料理手法 整條鰻魚直接火烤就到明谷屋傳統的鰻魚三吃 除了先吃原味第二吃可以加上蔥或海苔 第三吃則是加入高湯變成泡飯 吃多的會膩鰻魚飯吃多的會膩 所以轉換一下改成湯泡的方式就會感覺又不一樣 就是它可以加茶或是你其他自己想加的配料 然後蠻豐富的 中山北路一段堪稱是鰻魚店的一級站區 光是方圓兩百公尺內就至少開了七家店 中山站的鰻魚店有三合屋 江湖川 肥浅屋 冰松屋 還有新田 蠻味屋 梅子跟魚莊選擇多 另一家店內的半開放式廚房 讓民眾可以邊吃邊看 師傅將鰻魚沾上醬汁 表皮烤得焦黃色 采用關東派做法 鰻魚切斷放上瓦斯爐烤前 得先隔水蒸過 讓肉質軟嫩 不只有鰻魚飯也有生魚片跟天婦羅搭配 鰻魚店大比拼 一級站區雙雞熱 三雄黃聖誠 光川玉 泰宇